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西螢盤的居民 我一定要專注在我自己住的區裡的問題 我不是第一次上去立法會 又或者是地區的政府機關 投訴過這個人工島計劃 對於港島西居民的影響 還有想要求要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一個月之前我去出席這個中西區的區議員會議 你們政府派了一個人來 好像基金經理一樣放了一條片 在說人工島有多好有多好 政府有多賺錢 說了很久 說完之後 民建聯的議員就拍了手 然後就說通過了 我不是很明白 政府為什麼要去動用這些力量 去令到地區本來是服務地區的議員 走來去做這些啦啦隊的行為 這個對於我們自己本身的居民來說 壓力是很大 而且覺得很失望 他們是應該服侍我們的 是應該去focus我們地區上的需要 居民的感受 我再說多一次 現在你們的計劃是要創中聯辦對出的海皮 去蓋那個隧道 而在這個地皮附近 以前是有一個臨時公園的 三年前你們是想創了那個臨時公園 要來蓋其他東西 但是是你們的報告指出 由於那塊地的地下的污染是太過厲害 你們需要三至七年的時間去做這個地下的排污 所以你們自己放棄了 現在你們說要去蓋隧道的那個位 就正正其實是同一塊的地方 其實你們想怎麼搞呢 你們有沒有顧及過 我們說到的居民對於這件事情的憂慮 中聯辦後面那條的電車路最出名的是什麼 我們老人院最多 你只是說均益 裡面有一半的居民都是五十歲以上 那些呼吸系統的問題 小孩子那些健康 究竟你們有沒有去研究過這件事情 我只是看到那裡的區議會的議員 在那裡拍手掌 又說人工倒怎麼好 我不知道那些東西關了什麼 但是他們就從來都沒有落到區裡面 向我們去解釋 去注意過這些我們真正居民系會關心的問題 交通 空氣的污染 你的工程這麼大對於我們有什麼 他們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怎麼支持你也不可能支持你的 然後你現在又說到 說 建一個人工倒的工程可以賺到多少錢 多少錢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近來你們好像又有一個叫做什麼 粵港澳 什麼什麼的計劃 可以就 粵港澳三地 幾年之後 應該那些土地都已經開放了 可以用的 大家可以共用的 傾家蕩產 放下去 蓋了千多億 還在我打算發財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我打算發財 然後你不是這個人工 我打算發財 我打算發財 應該是誰 我想我打算發財 我打算發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